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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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每次拍一部片都會 非常地耗盡心血 那坦白說我自己也覺得很榮幸 我可以說是從小看你的紀錄片長大 從我愛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 我愛080 夏天的奇蹟 夏天對不對 對不起 太久了 然後每一次都會被導演催淚到 然後這一次其實看到片名是愛別離苦 我說心想完蛋了 我要多準備兩包衛生紙的 那終於完成這部片 一開始有沒有什麼話要跟金馬的觀眾說說 其實我剛剛在現場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 他當然是第一 你們是第一場觀眾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今天有我非常在乎的一群人來到現場 就是我們靈蘭街的這些被色者 然後 陳苗在哪裡 陳苗來了 今天不用福利 對 然後一定要說明一下 因為 哈密後來沒有打馬賽克 是因為他說可以不用打馬賽克 然後電影小 電影小知識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美麗3D是取全力導演拍的 喔 不是我拍的 美麗3D是 還有佳華 佳華 佳華媽媽 佳華媽媽也來了 太好了 還有 最參名的媽媽 還有鋼琴老師竹鈞 還有那個 摩摩 摩摩也來了 也是跟摩摩 摩摩好 然後 佩佩嗎 佩佩 佩佩 佩琴 佩琴是我們客家的 創作歌手 還有 佩琴 還有蠻多的 竹帆戶籍貝宅 對對對 還有志宇 這條線因為志宇 很重要 我們要替她慶生 正式的 Happy birthday 歌 好 好 然後 好會有這個影片其實很重要 是因為我 全年從 啊 提檢 提檢 我會打 有提檢 提解歌声很棒的 很亮对不对 我刚刚提到在去年年初 然后从南极拍片回来 然后就完全所在 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什么都不是讲话 那还好当时柯委会 有一个艺术家住村的一个计划 然后就开始三个月 都到处跑到处去走动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这条街 才有这个故事 那我们也谢谢柯委会 谢谢杨主委 谢谢 那也是这样的机缘 就是开始了 是因为认识 所以开始了 这个牌住村的这个 拍摄计划 才开始拍这条街 是认识知道这条街 然后我就开始 每个礼拜去 但是我其实一直不想拍 青年返乡跟社区总体营造 我非常抗拒 我非常抗拒这样子 可是整条街就像青年返乡 跟社区总体营造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 那就每个礼拜去 可是我一直觉得一定有一个 一定有一个东西让我想要留在这里 然后就如同影片最后提到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需要被治愈 然后我就在这条街就找到了 关于我自己也好 或关于这群人的故事也好 因为他们就在那个两公尺 整两公尺的一个小小的方块空间 然后他们的人生会非常长得不一样 那我就知道我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进来这个故事了 所以片中的角色 其实这次我自己的感觉到就是都是女性 然后那条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男的存着 就是欲知对不起 那这个选择就是说怎么会选择 不是男性女性的问题啊 对不起 那个我乱打岔 但是就是我很好奇就是 怎么样找到这些选到这些主角 然后来慢慢的也在带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生命故事 其实没有刻意选 他们就是一家爱着一家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家都去聊一聊 那印象很深就一开始 我记得就每次看到佳华妈妈在那里 我就想说这条街有那么多人 我不想拍那么多人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佳华妈妈在那里 我就每天一直在闹她说 你一定要叫你女儿付你钱这样子 我就一直都只在乎这件事情 然后就没想到 记得老公 对对对 然后没想到叫阿华就突然就跟我讲到 她对女儿的疼惜 那其实对我而言很快的 关于女性的故事对我而言就突然就长出来了 然后就决定 其实一开始我们拍很多男性啊 后来就全部不要了 对对 全部都对对 自己长出了一个生命的故事 对对对 那就 对 那因为我今年51岁了 然后因为自己也在读佛经 所以到时候决定把片名 这片名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 这片名其实是 它是佛教的一个用语 对那 其实电影行销公司非常紧张 他觉得天哪你怎么用一个佛经里面的一个用语 可是我不知道可能年纪到了这样子 然后就决定用这个片名 是因为我对这个片名非常有感触 那就像影片最后告诉观众 其实爱跟苦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 他是没有办法被分开的 是好 那我想今天机会非常难得啊 导演在这边 然后而且我们其实刚刚看的时候就已经被剧中的角色所围绕 我觉得那个气氛 就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非常殊胜啊 而且最后又见证了这个新生命的单身 那导演好 因为我是龙坛人 所以谢谢你把龙坛拍得这么漂亮 然后 因为那个菜市场我还蛮常去的 所以我刚期间买过菜 我都不晓得原来就是 只要主顾 所以 那边有个龙坛锅 龙坛播中播小的 对 就是谢谢导演把龙坛拍得这么漂亮 然后也谢谢客委会 就是 对龙坛这边的一些照顾 还有一些发展 对 就是谢谢导演 帮他拍得很好 谢谢 我 我还很担心 把龙坛的男人拍得好坏 等要说 我妈妈也是客家人那样子 舅舅们其实大概就是长得那样子 所以看了也非常的有感触 会用鲁冰花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那个钟兆正先生写鲁冰花 这本小说其实就在这条街的写对面 对就在那边写 有地缘的关系 他以前在国小服务嘛 所以就在那边写了鲁冰花 那当然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最后想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音乐 但是可能对于20岁的年轻观众 他们可能不知道鲁冰花是什么 我知道所以我们是同时代的 然后这影片其实拍的蛮长 它快一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我刚刚提到 我们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二就白拍了 因为就拍了男生 所以我就完全放弃掉了 那这影片最后决定聚焦 这个女性的故事是一个 就是因为生产这件事情 生产这件事情对我们 因为拍几乎片常常 我们只有一个概括的一个方向 可是到最后在大概五月多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凌晨一点多 他先生打给我跟我说快生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从台北把所有的 凉组摄影全部整合起来 然后就杀过去 我们其实不到一小时就到了 我们只希望能够撑住一点 慢一点生量 但还好我们还敢上了这样 那新生命的来临对我而言其决定的这部片最后的样子 所以的确是生产这件事情让我决定的这个故事的长相 不然其实在拍过程当中老师错误也不知道结尾在哪里 对谢谢 那像其实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你用了还有很多别的手法 比如说动画的部分 插画 对插画的那个部分就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什么样的衍生 对其实会选用插画是因为这条街其实有一个摊子 他其实是在做故事的 说就是故事妈妈 所以因为故事妈妈这件事情在讲绘本 我们就想到了插画这件事情 我们都想说那我们来为这条街画一本绘本好了 所以我就找了查理小姐一个插画家 然后就开始构成这个插画的方向 但最后我们并没有去建立刚刚提到的那一组的角色 但是插画我们还是觉得它 它可以它非常的魔幻可以去带出每一个人心里面 可能那个缺的那块拼图 对那我们就想要用插画这样的一种 非常美好 但可能用很悲伤的方式去把那个拼图把它拼起来这样 所以选择用了插画 是在画里面做一个完满的感觉 那也是我们这个 对我们到时候的主持绝海报就是会撕 这个也是那位查理小姐的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各位手上这一张要27块 不要把他拼了 只有首映 世界首映的观众才有 我只做350张 所以只有今天这场跟明天这场 明天也有 就这两场 对那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到时候可以网拍高价卖出 好 那在拍摄的过程 其实导演刚刚看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就感觉你好像就进入那个街里面去生活 然后虽然有一大半没有进来 但是这些人就是 你慢慢的记录这样子 那在剪接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部分 就是怎么样去编辑他们 然后怎么样把他们的故事介绍进来 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最深就是想要放那没有办法的 其实我们今天让我们的整个剧组是女生 当然我不是有点遗憾 然后对 但我们剪接师我真的蛮遗憾的 如果都是女生那好棒 但是我的剪接师也是女生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构成这个影片去剪这个故事 那其实在剪过程当中 我印象中剪接师 剪接师其实也有来 那剪接师 他 其实他从看毛袋就开始 情绪很澎湃了 对不对 我都觉得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剪这样 对 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感染的 我也好 我自己更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受到那个情绪的劳动 然后 但是我们有时候必须非常冷静这样办法 对 那所以最困难就是如何让自己被劳动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去好好说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现年过五十我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脆弱 脆弱 对对对 越来越敏感这样 但是也或许也可以感受性更强 对对对对也可以进入到这样的故事里面 是好 真的就是感觉导演每次一生产玩一部片 就是越来越怎么讲 你的散发的光越来越多了 就是那个磁场越来越 可以开宫庙 对对对 下一次那样子 那个美丽3D这样 谢谢我其实没什么方法 我去因为这些乡亲们都在或许待会可以跟他们聊 我记得我到现场就就就拍起来了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应该很 我很无害 对我正常讲这句话 就是看起来人受无害 很没有存在感 对 我们公司在应征那个摄影师或是导演 尤其是基督片导演的时候我们会看长相的 就是他要一点都没有存在感 对然后你可以想像金城武一定没有办法拍纪录片 因为我们会盯着他脸看 好有点开玩笑 但是事实上我们待在我们待在一个地方待时间非常的久 我觉得待的够久 其实一开始还是会他们有一点不自在啊等等 你刚刚所提到那种不自然的状况在我们拍摄的素材里 其实都是存在的 我们也没有真的那么厉害 可是的确因为我们待在够久 或许这样的信任关系就就慢慢建立起来 其实我记得因为影片我们影片在公开 这次公开之前 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主要的被设者看过 所以我们其实跑到那个龙潭国小去 非常小型的办了一场放映会是给我们影片里面几个角色 他们都得看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个镜头 他们说的或感受都必须同意我们才可以播 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自语 自语明明就是帮忙这条街做起来的 他应该是最熟悉每一个人的故事的人 可他看完他竟然从头哭到尾 然后他说他应该是最了解这条街的每一个人 可是每一个人背后故事他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或许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他自己会关起来的部分 可是可能就像刚刚提的我们很无害 所以那个窗就打开了这样 或许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对谢谢 我想丽州导演一贯的他每次都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但是他的作品一向都是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打开每个受访者的心房 然后每次他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无害 但我都觉得是他有pepper 但是他也不好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pepper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对 然后我想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说就是那个纪录片 其实有一种温柔的力量 但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我想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温柔的力量 可能不管是对观众或是对被设者都是感受到 才能够让大家很对你敞开 然后我觉得社会观众也变得是可以敞开的感受这部片这样 导演可以说一下就是那天放映完之后 大家除了志宇哭的稀里哗啦之外 其他几位的反应或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现场观众分享的 好的等一下我们都会在场外不是有个那个拍照的那个地方吗 大家都有卡片或许都可以找他们拍照啊等等的 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聊 我那天放完之后我最感动一件事 我不知道在场这些灵坛的伙伴们知不知道 我好像没跟你们讲 那天一播完那我们不是就收荧幕关灯吗 然后当大家往外面走的时候我看到那天来看片的所有的人跑过去 把家娃妈妈紧紧抱住 那是我最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觉得我们走到这一天要花了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才能够走到这一天 所以当所有人紧紧抱住家娃妈的时候是 我自己在做这部影片 在那个档下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那三次感谢导演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已经有发行商了 然后之后上映也请大家务必这个多多的宣传跟支持 明年二月会上映 所以请大家手上都有材料了就不要只拍我们对不对 我们去演书po一下 对对可以帮我们po一下 然后帮我们宣传 然后因为这部电影我们真的觉得好苦喔 有爱啊有爱啊有爱啊对所以我们来想要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行销这部影片 但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龙坛 然后看到这些台湾非常棒的女性的故事 因为我自从拍完拔一条盒之后 我对于台湾的男人 我觉得台湾男人真的没什么用 对我讲真的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然后我就一直往这边走 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